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么美军将会进行武力的介入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采访内容到底是怎么说的 Chinese President Xi know about y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we agree with what we signed on to a long time ago and that there's one China policy and Taiwan makes their own judgments about their independence we are not moving we're not encouraging their being independent we're not let that's their decision but would U.S. forces defend the island yes if in fact there was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after our interview a White House official told us U.S. policy has not changed officially the U.S. will not say whether American forces would defend Taiwan but the commander-in-chief had a view of his own so unlike Ukraine to be clear sir U.S. forces U.S. men and women would defend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yes 好 其实这一段这个应该说这个采访吧 在网络上现在是疯狂的宣传 引起了很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 在这我们也想问一下梁总 您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因为在过去其实他拜登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 那加上这次的话应该是第四次了 那这一次您觉得他还是口误吗 因为之前每一次学者都说他可能口误 年纪大了 对对对 所以但是也有学者说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想先问问梁总您怎么看 关于要是台海发生战争 或者直接讲 要是北京真的发起武统的时候 美军会会介入战争里头 或者直接的介入战争 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也有美国的参与 但那个参与呢 就现日就是派军事顾问 但是这个也没有明硕的 但是我们肯定他有了 小部分军事顾问在那边 然后呢 武器了 金钱物资了 那一些也算是 是参与了 但是有不同形态参与 那大家关心的一直在想 美军会不会真的拿起枪炮 跑到台湾的周边 跟解放军直接的开战 就好像韩战一样呢 会不会这样呢 其实那些提问的人呢 心里头是问这个的 但是那个拜登的回应呢 就说很简单 yes 我们有commitment 我们有承诺的 我们会的 会defend 或者是去protect 就是保护 保护 那个台湾 但是怎么样 那个保护呢 其实就没有明硕 虽然问的人 心里头都 我们都理解 是比较极简的 就是美国的军人 男的女的 会不会跑到战场上面 那拜登说yes 但是他的yes 比较模糊的 不过我就想 尤其很多人去花时间 去理解 拜登说的话是怎么样 或者去猜 美军到时候 会不会上 那个台海周边 或者是 动陆台湾 跟解放军来 来聘位 你死我活 我就觉得 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先把镜头 拉大一点 我们应该这样想 理解拜登讲的话呢 虽然有意义 但是意义不是最大的 说老实话 最大意义就是要看 美军 为什么要保护台湾 我说的保护 不是说龙统 我就现在明确了 我接着说的就是 真的上战场 开着战斗机 开着航空武器 来跟解放军 正面的打仗 我说这个意义 那美军 为什么要这样做 美国的利益 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能说 哎呀 要保护台湾 承诺 哎呀 那就开玩笑了 美国政客 承诺的事情 多得了了 所以你说 承诺一千样事情 到后来 一样没做成的 大有人在 所以 那些政客的承诺 我觉得 要是了解 美国政治的话呢 你就觉得 那个我们都不需要太重视 因为他跳票之后 他可以找别的理由 上些选举的时候 又提一些新的 那些承诺出来 就算了 只要当选 所以那种承诺 是没有价值的 永恒的 就是美国的 积极的利益 那美国的利益呢 也不一定等于是 美国民众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呢 就是在美国 统治 职团 美国的统治 职团呢 包括那个 军工复合体 也包括呢 那些 金融台 那个 财团 那些统治阶级 上面的 一个集团的利益 有一些 纯粹是 一些形态的 有一些 纯粹是为了 进行利益的 所以 是他们的 利益 怎么去看待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 那个某个人承诺 那个时候 李赫生 跟那个 中国签了 那个 一中承诺的时候 也不是签了吗 也不是承诺了吗 承诺就是 那个 承认那个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吗 所以 为什么现在又说 要保护台湾呢 保护什么呢 那个是中国的领土 所以 很多矛盾 美国 在国际上 签了很多协议 气候协议也好 伊朗的那个 地方的核 协议也好 太多了 他都承诺了 要推翻了 所以要是我们今天说 哎呀 美国承诺要保卫台湾 哇 我们就相信的话 那太天真了 因为这个不是美国政治的本质 美国政治本质就是没有承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呢 就是要看 那个 不同时候 那个统治职团 他的判断 那台湾对美国来讲 那台湾对美国来讲 有什么利益 这个最重要 我们搞不通这个问题的话呢 老是缠绕在那个 哎呀 美军会不会来啊 什么呀 说是没用啊 因为你要知道 到底台湾对美国来讲 他的诈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需要到 美国军人 上那个战场去 这个才是最一个重点 你搞清那个点 你就会知道 美军会不会出兵了 好 那么在这 我们也在这个YouTube视频啊 我们发一起一个小小的投票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您认为美军到底会不会上战场 美国会不会出兵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投票 我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投票呢 85%是认为是不会的 15%认为是会的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觉得 对对对 可能觉得还是 绝大多数 对绝大多数都认为 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啊 那么今天呢 其实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视频底下评论留言啊 就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 因为拜登在这个节目当中 说要无力保台啊 这到底是不是将口误进行到底呢 还是说这是最新的一个对台的政策啊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底下留言 并且发表你们的观点 那今天呢 我们因为KSQQ的问题 所以我们能听广播的朋友们 可能是受到了一些限制 没有办法听 没关系 可以上我们的YouTube视频 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新电视的APP上 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ChineseRadio.co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在线直播 好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梁总啊 其实你看他的这番话 引起很多的学者关注 那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他的这一次的言论就代表了美国的对台政策 从这个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 但是还有一批学者说 这不是战略模糊战略清晰 这是战略混乱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言论 您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呢就是拜登这个言论呢 代表着他背后的一些智囊 就是现在在那个对华的一个 怎么说呢 在一个 你可以说是混乱 那个混乱在于他们判断不了 中国那个对手是怎么样 他们以为他们了解这个对手 以前那个特朗普的时候 那个蓬佩奥啊 那个国务卿就说 我们的工具箱里头 工具还多的这呢 你中国共产党算什么呢 我一件一件拿来 一定可以刺定你啊 也发起了一个新的冷战 所以那时候呢 他们是心心满满的 换了总统之后呢 其实同一批人还在幕后操作 类似同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大概说是两党 因为两党都是同一批人在操控嘛 可以这样讲 政客呢 在美国 政客只是台前的人 他幕后的人还是一大队 操控着他们的思路 因为也操纵了他们 能够当选不当选 就是基金啊 什么的 昨天我们在粤语台做节目的时候 那个东文师法官呢 指出来 就是波音 不是卖飞机给台湾嘛 但是波音给那些政客 一年 今年啊 大概已经超过 超过有 有多少钱呢 就是九百多万吧 那些政绩捐款 它是一个数字啊 所以啊 那个 这样说 那个政客 他们呢 现在 就是美国的那些 制定对华政策的人 搞不清 他们以前很自信 觉得中国可以对付 包括特朗普 认为呢 搞一个贸易战 打断你的出口 那你就惨了 你就要 答应跟美国来各种各样的谈判了 但是贸易战 其实明显的就上了中国 也上了美国 上了美国更重 可能 那时候理性的说呢 就应该把那个 灌税呢 拿掉 但是他们不放 像那个戴琪啊 一批的人 认为呢 就是对华的灌税一定要有 因为呢 没有筹码了 他们现在就是对华好像 出不了什么招 知道呢 明显的那个 要压制中国的发展 因为中国发展的势头呢 会取代美国的全球的 第一位的那个影响力 或者是控制能力 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更好的工具 以前用过的工具 也好像没什么用 包括现在台湾牌 是最后的 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 除了那个贸易战之外呢 比如说在欧洲 在东南亚 也搞 欧大利亚 去联盟 搞经济封锁也好 产阶段的封锁也好 去破那些 搞很多经济的手段 地缘的 军事的那些同盟 拉印度 拉日本 韩国 搞了一片 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成效 因为那个时候 拜登上台的时候就公布过对于华的一些政策 其中的一项就是说 要联合世界各国 不同国家 来压制中国的 但是欧盟现在因为欧武战争 他已经内伤的很重了 而且他坐在那边 看着俄罗斯赚了钱 美国赚了钱 但是欧洲 这个冬天怎么过 现在还凄惨呢 欧洲一些国家 也出现各种的示威 那些会不会恶化 他们正在担心呢 所以欧洲吃了亏了 然后东南亚 刚刚也要ASEP出来 他们正盼望着 跟中国一起来发财了 区域的稳定了 你美国来要搞他们 很难搞 然后一个印度 什么印太框架 希望把印度 日本拉拉了一圈来 但是印度 因为那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明显就倒向那个俄罗斯 也不听美国的 因为俄罗斯要拉在中国 现在变成了印度 中国俄罗斯搞成一块了 所以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搞不了 澳大利亚本来是最听话的 还把那个潜艇都卖给他 但是现在换了那个总理之后 明显姿态放低了 虽然嘴边还是有一些硬的话 对于中国 但是实际上的做法 以前比以前低调了 澳大利亚也在一个反省当中 我做那个 那个马前竹 到底拿到什么好处 我在那边本来是相当安稳的 天元的资源很多 这是卖 卖老本就已经够吃的了 那为什么要搞到这么困难呢 而且所谓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在澳大利亚 就是没有效路了 因为你说 就解放军威胁我们 我们要武装起来 我们要什么什么 隔离太远了 而且在地缘政治里头 中国也没有什么要 要武装威胁到澳洲的地方 所以那些的以前的反华的观点 现在慢慢也觉得 没有效路了 所以总的来讲 美国走了一大圈 拜登上台 从特朗普到现在 不说特朗普了 就说拜登了 这两年来所做的一切 好像就没什么成效 现在身上的 当然是台湾是最敏感的 那中国明显就说 这个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是底线 所以他就唯有不断的挑动 然后当然还有台独了 台独一直就想一个 美国支持他独立 这是相当愚蠢的一个动作 但是他们 除之于他们的一些形态也好 或是他们有一批人 就是本来可能在民族的认同上面 是不认同是中华民族的 还有一些人说 这个不知道 还有一些人可能在血统方面 也不是中华民族的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追求台湾独立的 但是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找不通的路 但是抽着美国现在要压制中国的时候 美国的一批人就觉得台湾牌可以用 但是问题就是 怎么用这个台湾牌 美国也会计算 台独当然希望就是美国 无条件的或是无底线的来支持他们独立 但是美国是算自己的账 不会是算台湾的账 台湾政治人物也好 台湾的平民百姓也好 他不会为了他们的利益来考虑事情的 美国的统治集团只为考虑他们个人的利益的 所以出不出兵不是说台湾是民主的选举 或者是台湾是怎么怎么样 不是完全不是 回到我先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 到底台湾的最大利益化是在什么地方 最大利益化不是说在那个地方跟解放军来聘使一战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要靠海洋的力量 才能跟那个中国打仗 我们剔除了那个核子武器的那个战争 那个是双方尾灭的 美国可以尾灭中国 中国也可以尾灭美国 大概就不会这样子 要是大家同意 只是打一场惭愧的战争的话 那美国要动用他所有的海上的力量 让到那个那边打 那怎么才算是打赢 那些就是台海的战争呢 第一当然要让解放军不能占有台湾 那就必定要跟解放军正面开战了吧 正面开战的话呢 美国国防部有一些推演 有些兵推 要兵推了很多次都是失败的 有一次会产生的成功呢 所以说要毁掉两个航空武器战斗群 然后呢要损失900多架飞机 然后解放军才会停下来 停下来呢 也不等于就是战胜啊 因为中国现在有那个强大的那个工业能力 它损失之后 它会不断的补充 那美军补充的速度要慢很多很多 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准备的制造能力 那个造价的昂贵 所以要是大家拼了一场 好了 那个我们说是战事停战 大家都谁占不到便宜 但是美国要补充 那中国要补充 谁的力量就最快呢 而且中国还是在道路上面 在地地土地上面 那美国是漂在海上面的 你还能打多久 所以美国军方肯定不会打这样这场仗的 因为我们说 两个航空武器战斗群的 呃 人数啊 大概超过一万人了 一万多人 空军 你要打一仗 美军在那边是两万人 行吗 会吗 当然不会了 当然不会了 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你说能够压制了中国的 的那个那个发展 损失很大 但美国呢 美国损失可能更大 因为美国所有的武器的作诈 作诈 都要比中国要要要高 然后人民的损失 美国更受不了 所以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嗯 好 那么关于这个 如果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啊 美军到底会不会出兵介入啊 就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在YouTube直播视频底下呢 也是发起了一轮讨论啊 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呢 可以啊 进行投票 并且给出你们的一个理由 好 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见 新岛日报 新岛中文电台 国语台 总编辑时间 逢周三九点十分到十点 YouTube新电视 同步现场直播 各位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早上好 这里是总编辑时间 我是沈琛琛啊 欢迎今天的主讲人 新岛日报 美西班社长兼总编辑梁建峰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话题啊 是根据这个前两天 拜登在CBS60分钟节目当中呢 他讲了一番话啊 他说这个要武力保台 因此呢 也是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的 一个广泛的关注啊 那么刚刚梁总 其实一直在讲说 这个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啊 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 那在这我们想问问梁总 您认为台湾对于美国来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最明显的就是利用台湾 发动一场战争 然后用战争呢 要选耗中国的力量 而且它也可以打断啊 中国的和平发展 因为中国呢 现在积极的发展的路啊 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呢 都是走这个和平合作啊 双赢的这样去发展 它的国际关系的啊 特别是在周边推出的 那个一带一路啊 都是从那经济合作啊 这个这个作为前提来开展啊 对外的啊 那种关系 或者是发展啊 中国的经济的 要是发动战争之后呢 发生战争之后呢 它就可以利用这各种的制裁啊 让中国在那个一带一路啊 东西两边也好 出海也好 对欧洲也好 就可以打断啊 中国的那种经济对外的联系啊 那种合作啊 从而呢 就是可以让中国的发展 整个就停顿上来 这个也是乌克兰 俄国战争的时候 美国原来的构想的 就是把俄罗斯从地球踢出去的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美国最大的利益 最大利益呢 之后也会享用最小的代价 好像乌克兰俄罗斯战争 美国你看他 一百只十一 一百一只十一只十一 这样丢出去 好像是很轻松的事情 那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他们算起来这个便宜啊 真的便宜 好像以前小部署的时候 哇只是万大军 调动过去 然后在那边还死人 死了多少美军在那边 然后还要强其的占领 在那边每年花的钱 那是大钱了 那现在这样 只是花点钱啊 因为武器供应商 就把武器供应过去了 然后派小部分的那些军事顾问过去 教授他们怎么用那些武器啊 然后为他们提供的情报的积蓄啊 那这样便宜啊 所以美国在台湾上面也会用这样对美国来讲 年价啊 第一年的代价啊 来来达到他要遏制中国发展的那种效果吧 所以台湾他会变成焦土 他会在那边打 要你打得越烂越好 因为把台湾打烂之后呢 那那个台湾将来中国就很难管制了 正如现在俄罗斯在呼含南也是 他一直避免了在那边大规模的杀伤城市里头的平民啊 要是俄罗斯一开始就是用那个 就是滥炸的 控炸的方式 可能俄军的进展会好一些 但这样两个国家将来就更难上处了 所以也是 美军的最大利益就是让解放军在那边打台湾 但台湾能够多称一些时间 因为过去说呢 三天就打完了 那不行 最少要称一个月两个月 台湾的损失越重 对美军来说越好 而不是说美军在海上就跟那个解放军来打仗 然后台湾好好的没事 不会这样子的 他一定要让台湾 那个损失最大 然后台湾人才会记那个仇 那中国才会这个统一 变成是有名无实的统一 所以那一点 我希望在台湾的人民能够想清楚 美国的战略用意在什么地方 不要老是听一些绿媒 或者是一些政策说 哎呀美军来保护我们 总统都说保护我们 我们很安全 一点都不安全 确实战争 其实最大损失的应该说是平民百姓 也会加剧啊 这个民怨 那我看过很多这个学者的预期啊 他们说这个就就像刚刚梁总说的 美军如果直接介入到台湾 就我们说登陆到台湾岛去出兵 这个不太可能 那可以参照一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的经验啊 可能美国届时会一些象征性的介入 那么就是提供一些 比如说像给台湾提供一些武器 还有情报啊 另外呢 也有可能会说是以这个经济金融制裁去对付北京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在那个乌克兰呢 明显看到美军的作用了 特别是在情报方面 比如说去暗杀一些俄罗斯的高级军官啊 然后在那些空袭一些俄军的物标上面呢 当然不是乌克兰军队能够做到的 还是美军能够做到 但是同样在那个台湾战争里头 那美国提供的那些军事情报有多大的作用呢 我想这个作用肯定会比在乌克兰要少 因为俄罗斯就是俄军的一个短板呢 就是它的科技应用比较一般 但是中国在那边呢就不一样了 第一呢 中国有自己的那个北斗的那个导航啊 然后在那个盖鸟啊 就是GPS啊 就是美国的那些卫星情报卫星的能力啊 远远要比俄罗斯要强 这个武器还还没有 真的用得到啊 但是大家都相信 因为它也有那个实力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也很担心的啊 它的在太空上的卫星啊 是不是安全的问题啊 还有呢 就是中国的无音机的 那个使用啊 也比俄罗斯要先进的多了 所以到底这枪杖要开打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现在真的不好说 所以美军可能能够提供的武器啊 给台军用 因为美军不到嘛 只是派那些军事顾问去啊 然后在那个既定那个 呃 战争 那个战略方面啊 他会 就是台湾政策发布是说嘛 要美国国防部来来主持啊 台军的那个防务政策的那个制定嘛 啊 但是那些远远不够的哈 因为你要台湾的军队 有那种拼死的心啊 来打那张仗 你才能拖 你要几个月 那台军的战役 跟武汉兰 是不是可以 相比呢 我觉得比不了吧 好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 我们依然是啊 看一下我们的YouTube视频底下 我们今天发起了一个投票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您认为美军到底会不会出兵协防呢 会不会出兵协防啊 我们看一下现在认为不会的是12% 认为会的呢 有18% 认为会的啊 稍微的这个比例高了一点啊 另外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短信平台 8615是 这位是黄女士啊 她说这个梁先生对于拜登保护台湾的言论 我认为既客观又有道理 本人坚定支持啊 另外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 我坚定支持 中国政府对完成祖国统一的一切措施啊 谢谢黄女士您的这个观点啊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KSQQ出了问题 所以听广播的朋友们呢 不一定能够收听这道节目 但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转站到ChineseRadio.com 或者是呢也可以啊 呃收看我们的这个呃 我们APP啊 STV的一个在线直播 还有我们在这个ChineseRadio.com 也有我们的一个在线直播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 依旧是近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再继续的回到今天的议题当中 一会儿再见 新岛日报 美西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建峰 各位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这里是总编辑时间 我是沈澄澄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 是根据拜登总统前两天在CBS60分钟节目当中啊 他口出说要呃这个武力保台 那么一这一番言论呢 同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啊 那刚刚梁总啊 有跟我们就是讲解了说 这个关于台湾对于美国的最大的利益啊 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我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短信平台 5858 这位听众朋友呢 他有问啊 他说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会这么容易就进入于台湾发生一个实际战争吗 看看梁总 我觉得这个是底线吧 就是中国一直几代的领导人都是这样说了 不放弃啊 因为有这个几点原则在那边的啊 包括那个反那个国家分裂法里头也提出了啊 啊 啊 顺不独立呢 外国的干预呢 或是台湾本土啊 出现了这个动乱啊 台湾不能再治理了啊 所以有几点啊 这个条件是不变的 但是会不会因为说 美国在那边炒作啊 美国啊 就是发展跟那个台湾的官方联系 那一些啊 台湾政策法就会导致啊 解放军去武力统一台湾呢 我觉得呢 那不会这么简单的啊 因为 统一是 武统是容易的啊 在那个普洛西走了之后 解放军也展示了 他有这个能力啊 就是这个军演呢 其实不是给台湾人民看的 这个军演是给美军看的 给日本看的啊 就是说你们不要再 有一点点的幻想啊 你可以以武力的介入啊 就是我的能力啊 已经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一点点展示出来 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展示啊 所以是这个意义 我一直都说了 武统啊 现在是放上台面了 要是发生 真的不能控制 可控的外力的干预的话呢 他会这样做 也就有这个能力 但是同样的就是 怎么去治理台湾 统一之后 这个更重要 你不要把台湾 回归之后 变成一个 不能统治的 不能管理的 好好管理的 这样一个和平的社会的时候呢 这个更困难 所以怎么样才能让 台湾的老百姓 接受那个统一呢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在那边挑动啊 当然就是要加强 那个台独的那种 这种力量 也会让中国啊 留在和平统一的时间更短 但是我觉得 北京不会放弃和和平统一 因为这个是最大的利益所在啊 但是怎么能够达到呢 我觉得第一呢 要从经济方面入手啊 因为一般老百姓来讲啊 就是生活最重要啊 你说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关心政治 怎么叶冲于一些形态呢 不一定啊 应该不会 大家看看这中国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美国人都都讲政治啊 吃顿饭啊 就要背一下毛泽东语录啊 上那个公共汽车 也要跟着司机啊 说句革命口号 那个年代好像所有人都很政治啊 都要懂政治 我还记得我的外公是 那个时候啊 下班回家还是说 又回单位去开会 政治学习啊 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很政治 但是当你穷的时候 改个开放来 哇什么外国东西都接受 马上就变了不政治啊 吃饭最重要 改善生活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是 现在我们每一天笼罩着那边 那些名嘴啊 那些全民的哔哩巴巴 说台湾好像 哇我们要台独啊 抗中啊什么 说了一大堆 但是当台湾的生活 回不下去的时候 而且民进党也不是一个 积极有为的政党 在地方治理方面 一塌无头 你看到他们那些 贪官互利啊 一大堆 什么有无仇强啊 震一震就天花板掉下来了 那些很多东西 他们都是没有 本来的治理不好 社会治理能力很差 啊 然后再加上 现在吃的 呃 主要还是从中国大陆 贸易上面 得到的利润 哈 在对美国 对日本这两个 他们最倚靠的国家来讲了 都是吃他们的钱的 哈 你看看 波音来 你们要买24架 你说马上就 差英文 好啊 我们买26 还要 还要多 多两架 所以总的来讲呢 就是要是台湾的经济 搞不好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解放军 可能更有用啊 现在中国呢 还是维持对台湾的那种 嗯 就是让利的贸易哈 要是在经济上 有一些政策 计划也好 你说是封锁也好 让台湾人民想到 他到底需要个怎么样的生活 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我觉得比起 把他打下来更重要 美国当然是 希望马上就有战争呢 是不断的 除了那个政策 台湾政策法以外呢 我想他会 还有其他的招还未出 因为中国就是 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吧 不要跟他对着干 没什么好处 嗯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今天YouTube视频底下的 这个留言 有个叫 Sing with Andy Song 这位朋友他说 中国人不舍得 打台湾同胞 就像俄罗斯和乌克兰 美国人和台湾人 没有这种民族情怀 只有利益关系啊 这个这个朋友 还是说的挺有道理的 另外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投票啊 84%的朋友都是认为 如果台海战争发生啊 美军是不会出兵的 那么16%的朋友认为是会啊 现在呢 就是美国的做法呢 就是要让台湾人民 相信可以打 其实大家看呢 就是做一个心理的准备啊 说那些台湾政策法也好 在那个军事方面 拜登三番四次的说 会保卫台湾也好 就是要让台湾有一种 种底气 就是说 不怕打 姐夫妻说我不怕 我不怕搞台独啊 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 外交上面承认我们 然后一大堆这样子 就是让台湾人民相信 他可以打 那个是才是最危险 因为你真的打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你想想 现在可以喝个奶茶 然后吃小吃 宽宽夜市 打了之后还会吗 要是说继续这样的 对挑衅 因为中国道路 你觉得台湾的生活 还会继续下去 还会好吗 你觉得美军会走在 海沙中线里头 去保卫台湾 好像以前 地区舰队 在那边 会吗 当然不会呢 好 非常感谢梁总 今天非常精彩的一个点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有更多的话题 今天没有办法讨论 那么相信我们在 今后的节目当中 也会跟大家一一解析 那我们说 美国近期频频的打台湾牌 包括像这个美国联邦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在14号下午呢 就表决通过这个台湾政策法案 那么下一步呢 就要送到院会去审查 加上这个拜登受访的言论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是一定会引发 美中台关系的进一步的紧张 这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可以预期的是 美国仍然会继续的以切香肠的方式 来试探中方的一个底线 而这在这种负面的螺旋 持续发生的时候 你难保在未来的哪一天出现擦枪走火的 这么一个可能性 所以现在也是考虑 考验中国大陆的一个战略定力 也是考考验美国和中国大国智慧的时候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和收听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明天焦点访谈再见 那么在一组广告和新闻之后呢 也欢迎大家收听 由李成和己书为大家主持的加州热线